这次有好介绍给大家 就是介绍你吃牛油果 牛油果又叫做乐梨 游梨或者乐梨 在世界的百科传书里面 认为牛油果是营养最丰富的水果 他说一个牛油果就等于三个鸡蛋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牛油果是水果之中能量最高的一种 它的脂肪含量达到15% 比鸡蛋和鸡肉更高 一个中等的牛油果大约有324大卡路利 它的能量是甜苹果的3倍 牛奶的2.7倍 它的隔比香蕉更高 它的纤维也很丰富 抗氧化性很强 每日只吃半个 它只能保证肌肤光滑 血液更流畅 还有很多其他效果 有些素食者还是用它来代替肉 现在就和大家逐一说一下它的好处 第一就是降低胆固醇 牛油果有大量的油酸 这种是单元不饱和的脂肪 可以代替腺食中的饱和脂肪 这样就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第二就是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因为它含有高量的叶酸 单一脂肪 维他命E和高抗氧化的物质 这些是可以预防我们时时看到的动物硬化的状况 减少中风的危险 还有令到我们心脏更加健康 第三就是预防老年的白内障 因为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这些对眼睛很好 所以对于白内障 能够可以腾持 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第四是改善便秘 因为它纤维含量很高 一只的牛油果 提供的腺食纤维 就可以达到一日的摄取量的三分一 而它的不用的纤维 是帮助保持消化系统的功能正常 预防便秘的 一个牛油果就相当于两条的番薯 如果你长期有便秘的朋友 服用它就最合适了 第五就是保护你的发质 牛油果里面有丰富的卵卵脂 对那些比较干或者开叉的发质 是有帮助的 在你洗完头之后 你吹干了之后 将牛油果和少少柠檬汁 搅拌均匀之后 搅在你的头发上 半小时之后 再用洗发液去清洗 你长期这样做 是令到你的头发光亮 而且是不会开叉的 第六就是美容和护肤 牛油果是很容易被皮肤吸收的 它有丰富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 能够深度滋润肌肤 可以有很好的护肤作用 防晒和保健 很多护肤品都有牛油果的成分 还可以把它切开一片片 放在面上 来消除你的眼袋 第七点 对于怀孕的妇女就很适合 因为她能够预防婴儿血管的畸形 我们食用牛油果的时候 能够补充很好的叶酸 叶酸是一种很重要的维生素 它的功用其中之一 就是能够预防胎儿出生的时候 患有先天性神经管的缺陷 第八点就是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 牛油果的纤维含量很高 它可用的纤维 就可以清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不容的纤维 就帮助我们保持消化系统的功能正常 预防便秘 而且它能够更加帮助我们 容易吸收这个胡萝卜素 第九点 就是可以舒缓糖尿病症 因为果肉的含糖量很低 是焦的含糖量的五分之一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吃这个牛油果 是得到营养 而不会糖分升得很高 也有人说用牛油果的果皮来浸水喝 对糖尿病是有舒缓的作用 第十点 就是可以保护子宫的健康 它的资料就说 因为它的形象 牛油果就好像子宫那样 中医就觉得营保营 而且它是能够像受孕的妇女 她的胎儿九个月才可以出生 而牛油果由开花到成熟 结果都是九个月的 它能够保护女性子宫和子宫颈的健康 如果是女性每星期吃一个牛油果 就能够平衡它的痴激素 可以减减分娩后多余的体重 以及防止宫颈癌 除了宫颈癌之外 它还可以预防其他癌症 因为它有丰富维他命 和叶黄素 这些都是很强的氧化作用 对于预防乳癌 前涅腺癌 在前涅腺癌方面 它能够阻止癌细胞繁殖 和口腔癌方面 它能够破坏口腔癌内的癌细胞生成 另外一点就是抗氧化衰老 因为它有丰富的金油酸 蛋白质和维他命 所以它是很滋润 但是不油膩的 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衰老剂 它不只能够软化和滋润皮肤 还能够修小毛孔 皮肤表面上 好像形成了乳壮的隔离层 能够有效地抵如阳光照射 防止曬黑和曬霜 而牛油果的果仁里面 如果抽取里面的油脂出来 这个牛油果的果油 是营养很丰富的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美、亚油酸和必需的脂肪酸 这些是可以对于我们的细胞膜 有一个加强坚韧的作用 那就可以延缓表皮细胞衰老的速度 最后那点 很多女性朋友都喜欢试一下 就是对于你的胸部一种保养 牛油果里面含豐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增加胸部的弹性 含有维生素A能够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 维生素C能够防止胸部的变形 而维生素E是帮助胸部的发育 也有朋友试用这个牛油果 达到一个丰胸的效果 牛油果有这么多好处 所以称它为果王 真是当之无愧的